中華八卦山一三九館的風景很漂亮 景觀餐廳也很多 但是要怎麼去鄉親來呢 現在就有在地去入家 說在最大的地方 去一棟景觀餐廳 鄉親和用餐 還可以分享到360度美麗風景 頭的鏡頭帶來鄉親來看看 路後山的景色 有一種綿綿綿綿 在頭路山後的夜景是緊到美麗 在餐廳外面哪浸家哪看風景 真的真香燥 就可以看到兩邊的 應該說兩邊的風景四驅 除了美景以外 餐廳也是這間景觀餐廳的地式 藝家山湧、蠟木、馬卡丁 有超級市部清好的實材來做料理 共調孫天人無淺家 消費者是情惡樂 當頭合胃口 合胃口 合胃口就是讚啊 然後有沒有覺得景也很漂亮 剛剛泡完腳來吃更好吃 景色很漂亮 很棒 因為它都沒有加工品 一般的火鍋裡面 都有很多那種加工料 我們不喜歡 我們喜歡天然的 然後他們很會介紹 告訴你這些蠟木有什麼好處 然後那個那個馬卡 馬卡怎麼好處 藝家說 北京白因為主動賣玻璃 來差一點點翁身 所以對飲食很緊急 身體不好都是吃出來 這些共調用孫天人的食材來做料理 吃好料搭配美麗的驚食 帶到新鮮臨 鐵鐵棒桑 希望透過天然健康營養的食材 讓大家幫助健康 並從口入不要發生 是健康從嘴巴進來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健康 擁有360度的超級景觀 可以看到那個銀林彰化 整個台中南投 也可以看到益山 荷灣山九九峰 因為廣島一山九山的風景 很美麗 所存是說 自己是彰化人 一直想要花開故鄉 導致彰化 找了很久 在一個紀元之下 才讓他找到這個有很漂亮的景色的地方 找地點一定找彰化線的 那這裡風景又漂亮風景又美 又有彰化線的好人輪好山水 又有景觀這麼美 我看到這裡就非常喜歡 我希望這裡能夠帶動整個八八三山脈 一三九路線整個景觀 整個觀光業 這裡有360度的景觀的餐廳 也不會真是開播 不過一些是問是路的民眾 都冠軍先來鄉修美市看美景 不管是單純來浸家看風景 在這裡吃超級食物 相信這個地方 會先為一三九山頂頭的地標 大家好 新聞 劉西諒 歡迎蔡宏寶德